这是一个点矩阵的模组 那它的名字是MAX7219 它是一个8×8的点矩阵的显示模组 LED的显示模组 那么它的接角有五个接角 然后有两组 那左边这边在晶片旁边的这个接角 是要接到Arduino 上面的 那右边这个接角是用来做延伸 也就是说这个模组是可以延伸 接两个三个四个 接成长方形或接成正方形的一个扩充的一个接线 那么它的接线 它的接线是比较特殊的 那五根线里面一样有两根是提供电源的供电的部分 就是VCC跟GND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DIN CS跟CLK 那这个DIN就是资料输入的部分 CS是Chip Slate 就是里面选择晶片的部分 然后CLK是它的clock 就是它的晶片的讯号的周期 这几只接角 V跟G是负责电源供应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接在任何一个V跟G都可以 另外三根接角 因为韩式库的积木比较特殊 这个都要Case by case 那所以各位不用紧张 我们来看一下积木 所以我们先一样用Transformer做示范 那使用LED的话 我们会选择LED矩阵 然后一样使用你的板子 所以你的板子要插上去 板子插上去之后呢 选择Arduino自动烧录 因为左边有变更 你就要重新再烧录 一样把Squatch打开 连线之后 连线之后呢 把矩阵LED的扩充积木打开 打开之后 你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使用的积木 那这边就会跟你讲说 哪一只脚要接在哪里 所以你就照着接就可以 那如果你要更换接脚 这边的数字就可以改变一下 好 所以它是可以制定接脚的 它是可以制定接脚的 好 所以我们就按照它这边的接法 把DIN接在10 CS接11 CLK接12 好 所以我们这边按照 积木的指示 我们DIN接在第小 然后CS接在第11只脚 CLK接在第12只脚 然后另外两只脚电源的部分接在V跟G 好 这样就完成了接线 完成接线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可以显示英文跟数字 这边 MAX7219一样是因为中文字没有办法显示 因为韩式库的容量太大 所以没有把中文给放进去了 那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显示文字 那我们使用定义积木之后 我们在Action之后呢 它的萤幕上会显示1 好 那这个1呢 是他在写这个定义积木的时候 你在执行完之后 就会去显示的 那这个1的用意是表示 它是第一个萤幕 第一个矩阵LED 你可以看到它积木这边 它可以有4个 所以它可以延伸成4个 那4个你要怎么接摆放在哪个位置 这边可以做设定 那所以这个1呢 就表示这是第一个 然后如果你后面还接三个的话 它就会第二个会显示2 第三个显示3 第四个显示4 那所以这个是它的定义了积木的使用方式 那我们在显示文字的时候 这个可以直接显示英文数字 所以当你Action之后 它就会把数字显示在上面 那因为它的 它这个是8乘8的点矩阵 所以一次没有办法显示出所有的字 那么所以你就要透过 如果你是一串 英文数字的话 那你可以使用跑码灯这个功能 那么当我们如果有一堆字 要做显示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跑码灯的功能 我会习惯在定义完之后 给它一点点时间 然后清空画面之后 就可以做之后的显示 那你去执行一下 它就会 把这个上面所需要显示的字 做一点延迟 然后往左边一直 跑码灯跑过去 那么如果你要显示图形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叫做自定图形 自定图形 那所以你点一下自定图形 它会出现一个 可以让你自己画图的一个功能表 比如说我要画一个爱心 你就自己去点 点这个爱心的长相 点完之后 这是这边是第一张 那你就可以新增 去点第二张 我再做一个比较小的 这是第二张 那么你点了两张之后 按确定 所以你现在有两张图 那所以我可以显示第一张 再显示第二张 那中间呢 我们就让它等待一个 0.5秒 然后无线重复 然后Action 一下 就会有一个新在做跳动的动画 这个是点矩阵7219的使用方式 这个是点矩阵7219的使用方式 所以那也是 大家 sayaやって